李多慧立刻引起全场球迷欢呼 李多慧长发披肩露出大长腿 亲切挥手 战线十足亲和力 另外同队人气王林湘 紧接在后登场 不同色系的穿搭 战线超火辣身材 林湘 五六组啦啦队女孩 上班路线飘阵阵发香 让排队球迷害爆 其中有球迷做好万全准备 穿着布偶装为了帮女神庆生 终止明星赛在台中洲际棒球场登场 许多球迷早早买票进场 排队人龙绵延好几百公尺 大家都有支持的选手 不过这次也集结了各球团人气啦啦队 进驻全台最大法乡区 不少人慕名而来 我们今天要帮多慧庆生 然后我们有帮他准备一个表演 韩国的应援舞急风街道 我们主要是来支持自己的啦啦队 那我们同时也很喜欢帮了这个活动 是秉持着我们喜欢帮球文化 我们也喜欢啦啦队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到场共襄胜举 蛮喜欢梦姐的 有贵一点点 马上去有票价 对 球员会从这边进去 那你们是哪一个球员的球迷 江柯玉 有啦啦队的比较贵 对啊 有啦啦队的乐趣就比较贵 那个都秒杀 是这么贵还是会有人玩 这次除了拉队表演之外 还邀请到歌后周慧 创作才子维里安等艺人献唱 为明星赛加持 为球员喝彩 三雄球让 谢云珍 SN小组台中 李多慧绑着可爱的丸子头 在台上跳应援舞 乐天女孩 受邀到釜山设计球场 担任表演嘉宾 由副队长曲曲带队 包括陈一云 喜慧妮 都在这次的队伍里 不只场边应援 还是开场嘉宾 现场气氛 炒到最高点 由球迷透露 自己特地跟公司请假 要到釜山看乐天女孩 这趟行程 不难看出 有许多的韩国粉丝支持 特别是李多慧所到之处 吸引众多目光 以及吉祥物 元气小子 也是人气红不让 不少球迷 抢着跟他合照 我们从今天早上 超级不级早 大概六七点就行了 然后就一直在练一个 今天的舞蹈 第一次用乐天女孩的身份 回到韩国表演的李多慧 更加兴奋 妈妈特地到球场 帮多慧加油 久违的回到韩国 李多慧也尽地主之宜 带大家吃好吃的韩式烧肉 乐天女孩 还有另一组 在日本仙台表演 有地表最正 啦啦队女孩封号的 陈怡瑞 疑似太迈力跳开场舞 在踢腿时 不小心踢太高 没踩稳 四脚朝天 惨帅在地 超久一幕曝光 吸引近两万网友按赞 不少啦啦队女神 也现身留言 林湘开玩笑地说 看一次笑一次 群群也调皮回复 要回味一下 本人则无奈地说 真的是人生第一次 有趣互动笑